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歡迎三位來到現場 那麼在今天的行情觀察裡頭 還好今天有一點微幅度量縮 可是呢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一邊來告訴大家 有幾個米港 對 好 不過我們是不是要先看一下 今天的台北股市的表現 如果9191跌破了 那怎麼辦呢 到底要怎麼辦 9177間是相對在 5個月新低的位置 可是量還是維持微縮的情形 那外資繼續賣 我們剛剛還討論它是連13賣 但是很吊詭的是 它竟然有一邊是連買13天 是誰呢 那就有一些個股上面是不是有一個 應該是說誰在車拼啊 對 所以到底是不是 關谷行庫啦 關谷行庫跟這個外資圈的部分 是不是有人在車拼了 有人買就有人賣 倒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期貨部分的話 在結算前夕所看到 是有一些小量的回補 這個空單的動作 明天就要結算對不對 下1萬4千多口了 沒錯 所以壓力大不大 看起來等一下分析師會告訴大家 好 蘇菲不告訴我 他的看法是如何 好 不過我們來看今天的關鍵密碼了 好 關鍵密碼 對 好 今天的事 就在6月 6月不是現在嗎 沒錯啊 產業谷底線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說 統計這些大老闆的信心喊話裡頭 因為現在股東會 大老闆喊話裡頭很多說 可能6月分不理想 可能7月分甚至不理想 但是放影到下半年 注意喔 從上游中游到下游 開始有看多的聲音 到底是誰 我們等一下告訴大家 好 到底是誰 是何董嗎 沒有 何董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大牌 現在一個表現 那月碟是不是真的月買 剛剛講關鍵其實跟外資是 我不敢講說對坐 但是因為 畢竟外資 本來是對坐啦 可是 為什麼因為外資 這個是它是始作用者 為什麼 因為人家外資在這裡大買的時候 他不明白 人家外資一直買 你自己看你自己 這個我們看不到關鍵券商 你看外資人家這裡把你買到一萬點 結果 我們到一萬點就一人得益 一人得益 他每天買 每天賣 他現在每天賣 他每天買 就這樣子嘛 所以我們台股被這些關鍵券商 也搞得都沒有什麼行情 為什麼這樣 我們把它藉由那個 那個上次那個 有人講說賣了一下關鍵而已 總經理就辭職了 那我們關鍵券商 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大概都辭光啦 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因為關鍵券商是真的在這裡大賣 所以他在這裡大買 人家很厲害耶 這很厲害啊 因為他這裡大賣 這裡大買啊 對不對 所以認真講他其實是賺錢的 關鍵喔 對 好 那問題這個行情走到這邊的話 在今天盤中一度跌破 一一一一 九一九一這樣的位置啦 可是呢 收的是有一點點的這個所謂下影線 這是好事嗎 這個盤在這裡 民不以官鬥 那個外資也不能以跟政府去鬥嘛 你到最後他就死見招了 我一直買買到最後 你一直賣我就死見招了 他就會有政策出來 就像大陸股市一樣 會不會什麼什麼 就是有一些什麼政策出來 不一定啦 這個不一定 但是你買到最後撞不住的時候 關鍵券商就會求救政府 好 所以現在是不是真的可以跟著關鍵 但是大盤我想請教何董的事 九一九一跌破 大家都覺得很坦白的 那今天是來到五個月比較新地的位置 昨天的量是四個月的低量 那低量真的今天看到九一七 是不是低價交代了 對 他也交代一下低價 那是真跌破還是假跌破呢 真假跌破其實不重要 重要啊 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再來除息 除息又要減了大概將近三百點 可是那我知道那個是自然蒸發掉 自然蒸發的指數怎麼漲 我們政府問好了 何董 那短線會不會擔心又是進一步的回復 我剛剛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講一個 我就說每破前低一定會反彈 那每一次破前低以後呢 破完以後就有一個類股就不會再跌了 以後你就會發現是這樣 就會這樣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之下呢 其實我的結論是簡單的講 就是你在往下破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不是什麼融資的 斷頭壓力之類的 有壓力 那你這個時候是現金還蠻多的 其實你慢慢的是可以減一點股 那就是跟著他們來操作 對嗎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關股 跟關股建商也就算了 對 真的真的 關股建商操作是 它這只是一個比較互盤的重點 是這個意思嗎 它有的時候是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在買什麼東西 我也搞不清楚 因為它有的時候可能有特定 特定這個人 給我們買一個 給我們買一個 不過人家都是買台積電 當然買台積電 這個也不錯 金融股啊 對嗎 那買華新不知道在買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丟我減 對不對 那當然它股價是很低 淨值是這樣 但是你買 如果都買台積電 要買台灣第一名的 你要買台積電 那不然買洪海嘛 這差不多 那買這個 我也不知道這在買什麼 這個就算 那細品今天也可以開股東會 對這細品 我說買華新買華航買陽明 買偉創我也不知道在買什麼 對真的我搞不清楚他們在買什麼 那但是我們買台積電 我們是認可買日夜光是認可的 基本上來講你要買就跟著投信買 投信比較厲害 那關股建商呢 因為它可能有政策性跟人情的壓力 要互盤是不是 所以他買的股票我也覺得 有的時候就看看就好了 好啦 就是說你對這個關股買的個股 你沒有興趣啦 你對投信的中小型股 無憾處 無憾處 對對對 大家就參考一下 好 我們先謝謝何董 到時何董等一下的話 會針對這個弱轉牆 牆轉入的地方的話 會進來掌握這些 比較優質的個股股題材 另外一方面我們繼續走下去 接下來要請我們的委派部分 就來看一下一下 我們剛剛的預告裡頭相當精彩 而且非常非常的關鍵 從上游設計的部分 晶圓代工到封測族族身上 所引導的都是電子股的行情變化 或趨勢 現在喊出下半年是一個 比較大行情來臨嗎 我想是有機會 怎麼說 我們常常講說電子產業來講 同是五窮六角 上次開玩笑說七座八爬對不對 對 什麼叫七座 你聽得懂吧 七座 什麼叫七座八爬 七座八爬 七座八爬 不是 是說小孩子 對 小孩子 在七個月身位做 七座也會賠 八個也賠 對啊 我說為什麼把它形容到產業 其實也剛剛好 就是因為其實目前的電子產業 五窮六角之後 七月份要試圖要在這邊 去進行打底 就是做 做完之後 打底完之後就可以往上爬 還是往上爬 所以我說是七座八爬 對 那麼從現在的整個法說會 這些工商大佬 他所謂的談話來講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的確是 我們看一下在聯發科的部分 目前的IC設計指標股 他這邊已經提到說 他在需求的部分已經開始回升 而且第三季 他已經確定是旺季 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 那為什麼需求一次回升 最近聽到的就是這個 競爭隊總高通 他的S810那個晶片 確實他自己還有點承認說 他有過熱的情況發生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轉單的一個效果 會開始轉到聯發科身上 所以他在第三季的一個營收 應該是有機會 再往上去做一個躍升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在這個底部的一個位置區 其實底部的形態 算是相當的一個明確 你在低檔都出現過 好幾次的一個什麼 低檔放量 低檔放量之後 往上叫做走高 低檔放量之後 往上叫做走高 換句話說在這邊 低檔放量的一些籌碼 應該都是所謂的多方經過 所以大摩喊盡 上看500塊錢 喊到什麼500 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 這個是有機會 OK 那除了聯發科之外 我們看一下在第二檔 第二檔就是在聯勇的部分 聯勇基本上在今年其實 國內法人對他來講 是比較看衰 為什麼 因為其實 聯勇其實最早期 他是在做多媒體的一個 電視晶片 可是電視晶片的市佔率 最近節節的下滑 為什麼 因為田發科合併的成星 成星原本是在整個 電視晶片當中No.1 所以有部分的市佔率 是被聯發科搶手 所以聯發科最近是比較夯 但聯勇反而就往下掉 不過聯勇其實在這一次 他所配發的現金鼓勵是高達10塊錢 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看一下聯勇最近的一個 K線的一個走勢 所以目前看起來 之前還有在這邊 往下去做一個煞煞的動作 目前看起來自己亮縮 已經在亮縮 是在這邊做足底 所以我們從短線上來看 應該會在這邊 應該是屬於一個 比較屬於區間性的一個震盪 在這邊做足底 或是比較可能的一個走勢 OK 那除了聯勇之外 像是台積電更不用講 A9的部分已經開始投產 雖然說外面的一個消息面 是風風雨雨 不過目前看起來 從營收的角度來看 有可能從這個7月份 8月份開始往上做增加 OK 那細筆今天這個鐵嘴林文波先生 有提到 6月份7月份會做探底的動作 在營收表現 那麼即將在第三季 也是屬於逐月做回升 所以可以觀察到 從上游的IC設計 他設計好之後交給誰 交給台積電 台積電接單之後再交給誰 風測 風測細品 雖然是一個從上中下游的看法 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說 確實在電子產業那部分 五窮六決之後 7月開始做一個落底跟足底 然後接下來8月份 就有機會往上開始爬 好 這是在有股東會當中 所釋出一些比較 看起來可能 是不是最壞的狀況 就大概就處在這個時間點 但是維太郎特別來追問一下下 事實上這些題材裡頭的話 各個領域不太一樣 如果說有意要從這個 低檔成績好的機會的話 現在就是開始 只要出現低點就是好機會嗎 應該是說有足底跡象的個股 可以來分批做成績 足底喔 你是不是從現行來提醒給大家呢 對 什麼叫做足底 足底就是它量縮 但股價不再錯心低 股價就所謂足底 所以剛剛像是聯發科 台積電跟信品來看 聯發科剛剛已經有確認過 對 它這邊是量縮 沒有 量比之前還要縮 但是它股價並沒有創前波的一個低點 所以它這是一個明顯的足底狀態 像這種其實就可以來考慮 分批成績 那但是2330台積電 這邊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土洋對作 為什麼 因為目前看起來 外資還在賣 外資賣 誰接走了 剛剛何老師有提到 就是在關股券上的部分 所以像台積電 目前我還在進入這個觀察期 還在做觀察 那最細頻的部分來看 其實目前看起來 它整個股價來看 也在這邊去進行這個 所謂量縮出一個 橫盤打底的動作 所以它也是目前看起來 我個人也是列入觀察名單 好 我們先謝謝維泰所做的叮鈴 這重要性IC族群的部分的話 電子股這裡頭看出多頭的跡象 現階段是不是開始步入這個 你剛剛講七 七座八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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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慢慢開始要走盛這個趨勢 好 接下來在中年部分 也要來幫我們看一下下 中年這段時間裡頭 都是從這個籌碼面 來幫我們掌握到 不是看大股東 就是看法人 要不然就是靠下去 靠下去不是亂不靠 你要看股東在裡面 你才會靠 要有大戶 那我們一般在看 其實在看籌碼的時候 都先看三大法人對不對 但是投資朋友 會不會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的時候 法人買得上去 有的時候買不下去 反而一買套住 然後一直往下掉 法人有時候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我們在看這個法人的話 你必須要先了解 他到底是買到散戶的 造成籌碼集中的效果 還是買到大股東丟出來的 競出貨 我們就舉兩支股票來看 一支是全新 一支是東貝 我們舉這兩支來看 看一下那個籌碼結構 以全新來看 這個點是四百張以上的大戶持股比率 朱莊圖是總股東人數 你從這個點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是一路往上走的 所以呢 所以法人買是有效的 就是他是有買上去的 持股比率是往上跳的 沒有錯 那如果說你再配合 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 配合他的K線來看 配合那個全新的今天的K線 你會發覺一件事 大盤今天是創新地對不對 驚到我 驚到他 不好意思這個收盤 創新高 雖然說他的股價沒有正式突破這個46.55 但是他的收盤價已經正式創新高了 收盤價創新高其實很有機會是 他這個這個基本上是有機會突破的 那為什麼 昨日英金日國 昨天到底誰在這個地方買 誰買 早買的第二大巡商就是富邦建國 富邦建國 雅芳姐你也請留下 這個禮拜七月光 這個禮拜不用錢 對 所以就是 對那個地方 所以他昨天買今天股價就上去了 然後收盤創新高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個股價跟那個K線來看的話 你會發覺 這兩個完全是什麼 原來是match的 那match的話其實你就可以 這種股價就可以留意 那我們來看一個 另外一個反向的教材 那叫就是2499的東北 東北最近法人 我們剛剛看了 法人也買很多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股權分散表打出來看 你會發覺奇怪 法人買幾包 法人有可能買幾十張嗎 不可能吧 他一買都是幾百張幾千張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好像買三千多張 買那麼多張 這應該要跳起來這麼對 結果 結果 這個位置公布出來 怎麼是跳 有人在到貨 所以呢 所以就強度 強度 你看一下那個對一下他的K線 他的K線怎麼樣 法人有在買喔 但是呢 怎麼在路 所以法人買是不是一定穩 反而買一定穩 我們說是我們就不用分析 我們就去買基金 就穩貪 所以呢 所以有時候 如果我們在看法人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說 法人到底買到的是誰的股票 買到散戶的 才有可能造成籌碼集中效果 如果說買到是大股東丟出來的 是大股東丟出來的 就這樣子 所以法人自己也會識別 對沒錯 也會識別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像 要看這種東西 要看法人的話 你還要跟股權結構這個地方 結合起來看 然後確定說是買到散戶的 然後有籌碼集中效果 後面才有機會往上漲 事實上在中年的部分的話 這股權結構的話 在上上禮拜提出之後的話 在網路裡頭得到熱烈的迴響 那麼進步我們再來看一下 回到我們剛剛那張股價整理 法人搶滿的股票裡頭 這些股票進一步的重點 可以放在哪裡呢 其實這八檔股票 除了這一個 除了這個以外 除了打岔這一個 其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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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股權結構我都看過 我們把那全新那張打出來看 就是除了東北以外 所有的股權結構 每支都是這樣 每支都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再回到 剛剛那個法人那一張 如果說投資朋友 這個地方你要買的話 如果投資朋友你要買的話 其實像我們剛剛看的 那個股權分散表 除了它比較不優以外 其他這些這些這些 其實都是非常不錯的 都是可以買的 世界先進幫我們看一下好嗎 外資圈的話已經連買了20天 這個法人圈它指的是在 外資跟投資圈這個法人圈 加起來是買5天而已 可是股價 那前幾個交易裡頭低點出現之後 不會再回到低點了嗎 大盤創新低對不對 你看這5根K線 1 2 3 1 2 3 4 5 然後再對大盤這5天 大盤這5天是往下掉的 對 但是他這5天是往上的 所以呢 他跟大盤是反向的 對 所以現在是反向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逆勢股 如果說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說要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要搶反彈要幹嘛的話 如果說要搶反彈你要搶什麼 你要搶跟大盤 逆勢的股票 你不能搶跟大盤一樣弱勢的股票 就是大盤在跌 他也在跌 所以大盤在跌他已經不跌了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已經聞到這個大盤 大盤可能嚇我 已經沒什麼關係了 你漏你的 反正你金融庫也賣掉也賣掉 那你5日線站不上去 那你們家的事情 但是呢 我有大股東 我有大股東 我有 你大盤5日線站不上去 我都已經怎麼樣 我都已經站到10線了 我跟你是不一樣的 那既然不一樣的話 像這種股票然後法蘭又在買 然後股權結構 像我剛剛跟大家提的 它就往上跳的話 其實這是什麼 雙保險 不是說法蘭在買 大股東基本上這個地方 他也是有在加持的動作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 短線上要進場的話 像這一種股票 短線的強勢股 我認為其實像 要注意的話 要注意這種股票 好 好 先謝謝鍾麟 對 有一些大股東的一些 相關的概念 的確是非常非常重要 最終籌碼的部分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 除了轉折的關鍵之外 另外再補上兩個焦點 融資的部分 現在擔心是壓力 哪些融資追角 你應該要度過這個難關 有哪些應該要棄手 另外一方面 除了融資追角之外的話 也要來看到的 有一些財報業績題材 比較好的 而且法人圈開始壓寶了 您知道嗎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